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同共军高层开会 并当着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面直接批评 中国当局在南海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 而且与会多国也提出了对北京的批评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发表惊人预测 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在运作着 并且很可能仍在进行病毒功能增强研究 以开发更具致命性和传染性的冠状病毒 那么下一个病毒可能不只是只会杀害300万人 而是会杀害3000万人 欧洲法院裁定 欧洲联盟的任何成员国都可以依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对脸书和其他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这意味着将来脸书和其他科技巨头 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6月17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第八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国防部长扩大会议 16号在线上展开 这也是美国防长和中共国防部部长魏凤和首次出现在同一个公开会议上 此次会议由东协十国以及美国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澳洲以及纽西兰共18国防长参加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过视讯当着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面强调中共当局在南海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 而其他多国也当着魏凤和的面提出了对北京的批评 同一天五角大楼发表声明指出 奥斯汀通过视讯与亚太地区各成员国以及对话伙伴国的国防部长们会面 并阐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愿景 强调了盟友与伙伴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性 五角大楼声明中特别强调奥斯汀点名中共当局在南海的违法行为 并敦促缅甸军方改变路线 除此之外 菲律宾国防部也在会后发表声明说 一些扩大会议参与国的国防部长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海警法应用在南海的担忧 重申航行自由和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性 出席此次会议的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不但提到了东海与南海的纷争 还直接提出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岸信夫表示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不仅是对区域 对国际社会也很重要 此外 他还指出 日本期待当事者之间通过直接对话来和平解决问题的立场不变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 他表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在运作着 并且很可能仍在进行病毒的功能增强研究 以开发更具有致命性和传染性的冠状病毒 很可能下一个病毒不只是只杀害300万人 而是会杀害3000万人 蓬佩奥近日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从全球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确定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应该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蓬佩奥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个实验室仍在运行着 据我所知 那里没有增加安全措施 我确信他们仍在进行病毒研究 病毒的功能增强研究 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实验室进行着 让那些病毒更具有致命性和传染性 这种风险并没有消失 这是一件严肃而紧迫的事情 我们必须面对它 蓬佩奥还指出 作为联合国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 在政治上是腐败的 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大瘟疫的提供者 他们隐瞒了疫情 蓬佩奥同时建议 中共官员不应该再被允许来到美国旅行 或送其家人来美国 蓬佩奥说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决策者们 他们还在继续隐瞒此事 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的孩子不要来美国上学 他们的配偶不要来美国 那些中共领导人希望他们的家人留在美国 我们应该拒绝他们入境 不仅如此 蓬佩奥认为还应该让中共官员为隐瞒疫情付出巨大代价 他说 我们应该让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中共领导人也付出巨大的代价 除此之外 蓬佩奥还指出 如果武汉病毒与中共军方有任何关联的话 那么对世界就会更具有风险 最后蓬佩奥强调说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必须阻止中国共产党再做出类似的事情 下一次中共病毒可能会杀害3000万人 而不止是300万人 欧洲法院15日裁定 欧洲联盟的任何成员国都可以依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 对脸书和其他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这意味着将来脸书和其他科技巨头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 根据路透社报道 2015年比利时数据监督机构 国家隐私保护委员会曾控告脸书 在未告知使用者的情况下违法搜集个人信息 违反了隐私法 欧盟法院开始介入此案的审理 目前欧盟法院的表态是 国家监督机构可以行使其权利 将任何涉嫌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都可以提交给成员国的法院 即使该机构不是这项处理流程的主要监督机构 据报道 早前脸书一直对比利时监管机构的权利提出异议 而欧洲法院此次的裁决让脸书无法对此项诉讼提出挑战 这对脸书等大科技公司来说 无疑是个打击 据了解 脸书在欧洲的越活跃用户超过4个 将来 脸书和其他科技巨头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 根据彭博社17号的报道 习近平正在重新推动他多年来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的努力 他挑选了高级副手刘鹤来指导这项旨在帮助国内芯片制造商 克服美国制裁的关键举措 海外媒体分析认为 中共副总理刘鹤再获这一重要新职 是他权力扩大的体现 习近平准备挑选刘鹤领导半导体产业项目 这让刘鹤的职责范围横跨贸易 金融和科技领域 报道引述知情人透露 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沙皇 他被任命来领导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研发和制造项目 凸显了中共政府对这一举措的重视 随着从美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 争相支持自己的产业 这一措施的紧迫性越来越强 刘鹤被视为习近平的心腹 主管经济多年 不过根据中共相关规定 预计刘鹤将在二十大后退出中共政治局 并在2023年两会时卸下副总理职务 然而由于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很多人事规矩 因此二十大人事异动中是否会触及到刘鹤 还是一个未知数 彭博爆料的相关消息目前并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不过根据中共国务院公告 刘鹤今年五月份已经领导了技术工作组会议 讨论了发展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方法 彭博社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的一系列制裁暴露了中国芯片的弱点 习近平为实现先进芯片开发和制造的突破 中共准备制定一套新政策 预定在2025年之前投入9.5万亿人民币 以强化对包括无线网络AI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研发 以此来应对美国政府的制裁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